今天是2023年的9月2号 我们是从东京池袋的王子酒店出发 前往池袋的东口 今天主要是走街 大家看一下 这是阳光城那边的shipping mall 现在的时间是 快12点了 哇是动漫人物 哇好可爱 我们先 周六是非常热闹的 今天有什么动漫节吗 你看前面也是 都是动漫 应该一出去就好多人 这是loft 这是日本文具店呀 还有一些比较集合的一些 护肤啊 文具 还有身后有创意的那个小小商品 周一到周五这里面还是比较安静的 到周六周天 就是年轻人呀 还有家庭聚会呀 特别是三楼 简直就是一个动漫王国了 里面都是小孩子玩的 咦咦咚咚咚咚咚咚 这个卡通人物全出现了 应该有一个香港风你看啊 这是那个什么 是的 走我们接着往前走 如果说 崔叶园是动漫王国的话 那边是男生的 池袋这边是女生的动漫王国 我不走里边吗 台湾要来了 就感觉天上的云都是一片一片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女孩 这节视频比较长 我就一路都拍下去 也就是已经到底了 沿途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非常方便 就是东京池袋的王子酒店 现在要过红绿灯 变红灯了 我们要稍微等一下 因为酒店就在一个大型的烧片某里 在阳光城里面做什么都很方便 到池袋东口的话 也就徒步长了七分钟左右吧 就可以到了 前途有很多的餐饮料理店里 这是这个大楼 这个红绿灯还是挺长的 等一下我们就要走阳光通路 那条街是来池袋 都必打卡的一条街 就是这个大楼 好 终于变绿灯了 我们看一下沿途 还是很晒的 其实有一个地下是可以通到阳光城 从那边出来的 所以因为想带大家走一走 这个地面上 看一下地面的风景 所以我们走到上面 你看这是到东口巴士站 我们基本上都是徒步走过去的 如果不想走的话 也可以走坐巴士 前面这条街就是阳光通路了 这里叫三峡西体 托里 我们全程带大家走一下 今天嗓子不太舒服 好大好大了 在我身后 我身上都收了 太可惜了 好了 现在都收了 这条街上沿途就有好多好吃的 这个是日本的Nitoli 被称为日本的一家 本土版一家 原来这边是Tokyo汉子 非常非常好逛 整个七层 现在换成Nitoli了 我基本上都不去了 这就是阳光城了 从那个地下下去 我们是走的是上面 好热闹啊 这边 这边有那个 Masmoto Kyoshi 就是药妆店 还有Santo La Goa 这些比较大型的药妆店都在 还有东京都内最大的一个 优衣库 就前半这种大宝 今天是2023年的9月2号 明天呢我们就要从东京去九州了 九州和四国 七天的时间 是用了JP Pass 非常非常的紧张 想用这期间多转一些地方 哇 这又开了一个什么呀 地狱最大级的 Pinko呢 这是动漫的 这是Masmoto Kyoshi 这边呢就是最大的 又一个 这两边到了晚上更热闹去 吃了排队 好多好多人 这就是我们住的酒店 高高的这边 这边还有很多大型的钓娃娃机 吃在周边有很多电影院 感觉就是吃住行都非常的方便 这边有一个Lotteria 虾汉堡特别特别特别好吃 这边还有一个三零油啊 Hello Kitty啊 这些专卖店 小女生逼大卡的店 我们要过马路之后 就是时代东口了 我整天走得比较慢 现在大约走了十分 五十一秒到这个位置 我发现的时候 cant的 这个位置 我也想要做 这 我算是 大约 桐 有 一 最坚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